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麼多年了 你們的辣度好像也沒減少過 而且還越來越辣 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 你們可以算是老朋友吧 今天把各位老朋友找回來 是因為有一件事情要請大家幫忙 就是18歲公民權的修憲覆決 大家說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通過這一項修憲的覆決案 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來 我要問各位我2020年的選舉 我的選票是多少 817萬張票 這個票放下了歷史上最高的總統得票數 我要謝謝大家 我們這一次18歲公民權修憲覆決的這一次 實在是挑戰很高 需要965張同意票 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有投給蔡英文的人都要投同意 沒有投給我的人也要投同意 朋友我要拜託大家 跨出同溫神 說服你身邊的朋友 你碰到的人 支持18歲公民權 支持台灣民主更進步 大家說好不好 好 11月26號 一起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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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6號 才會更強而有力 國際街也會對我們更有信心 如果我們選擇不理想 那想一想國際街會怎麼樣解讀呢 他們會問說 台灣人民是不是改變主義了 這樣子的話 這些國家會不會對台灣的信心打著空呢 所以年底的選舉 大家的一票 決定我們執政路線是不是要繼續往前走 更是要決定國際會不會持續更有力的支持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特別是現在的威權主義持續的擴張 烏二戰爭造成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 我們也想還有很多的考驗 如果你同意我 那請支持民進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最可靠的台灣隊友 可以為家鄉帶來進步 為台灣帶來力量 第一位 是我們在基隆的台灣隊友蔡詩英 我每次看到蔡詩英她都穿這一件 我愛基隆的T恤 我一直想問你說你到底有幾件 蔡詩英不只是愛基隆 也很用心的為基隆做建設 基隆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設計畫 那我也參與其中 因為我是三軍統帥 這是基隆人非常盼望的就是軍港西遷 讓這個港口可以轉型 這幾年來能夠順利的推動 那最重要的除了我們中央跟地方立切合作之外 蔡詩英 因為基隆中協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下一位隊友就是來自於我們桃園的勇者 鄭奕鵬 鄭奕鵬 就是五星級的縣市長 鄭奕鵬 也是幹市長 所以我掛保證 這次就讓我們鄭奕鵬幹市長吧 請大家支持三號鄭奕鵬來接報 讓桃園改變不回頭好不好 今天我不能開林家龍的玩笑 不是因為他確診了 是因為他願意承擔 唐企動責大陸 挑戰新北施 林家龍 跟我們北北基陶所有的候選人 他們一起掏出一個首都圈聯合治理的概念 也做出完整的規劃 林家龍說 首都圈哪有 台灣不用 請大家一起支持一號林家龍 加速新北的發展 為新北大班期 這裡是新北市民的請舉手 還真不少耶 你們的責任很大哦 要拉掉 要拉掉 最後一位台灣隊友 大家應該都猜到是誰了 有人說 陳時中像吳偉雄 但是大家有看過 不用睡覺的吳偉雄嗎 我相信陳時中不是不睡覺 是因為他很盡責 總是扛起責任 全力完成目標 大家不要忘了 陳時中會做防疫 陳時中也會做長照 陳時中也會做健保 而且陳時中不只是照顧長輩 他還照顧小朋友 他還照顧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這樣的人 讓我們台北市長 我們台北市民 會覺得很幸福的對不對 對 陳時中有滿滿的規劃 我那天坐在廟口 我整整40分鐘聽他講完 大家支持 12號陳時中 陳時中一定要當選好不好 好 現在 我要發佈今年選舉的行動代號 就是817965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要從817走到965 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我們投給台灣隊長的817萬張票 這一次要努力爭取965萬張票的支持 讓我們一起改變台灣 一起為年輕人投票好不好 12號我們回家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